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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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附近的雲系這些結構也變得比較鬆散 這也是在北部地區今天降雨緩和的主要原因 不過我們往華南地區來看 這裡又有新一波的封面逐漸的在靠近我們 而且當這些雲通過的時候 在中部以北的地區還有營封面的東半部地區 雨量、雨勢會是比較明顯的 其中要特別提醒我們這個地質本來就很脆弱的 原住民族地區的觀眾朋友 因為幾天來的降雨吐石的含水量是比較高的 很容易會有落石跟湯芳的發生 所以提起我們的部落族人要多加注意降雨的情形 特別是這種強降雨 至於溫度上的變化 我們再重新下一張的地面天氣圖 來看看明天在溫度上的一個表現 從地面天氣圖上可以看到這是剛剛所提到的封面 雖然冷空氣明天就會出海強度會減弱 但是在我們附近的等壓線的梯度是很密集的 表示這個風力很強 而且從今天的深夜開始一直到明天 是這個冷空氣影響我們最大的時間 預估光是在北部的平地地區來說 明天的最低溫會降到4度 而在高海拔的山區部落會更低 像是在北部跟中部的幾個部落 拉拉山 笛山跟阿里山 明天的最低溫預估會降到只有6度 所以提醒我們山區的部落竹人保暖的工作 目前還是要做好 至於明天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剛剛為您整理的《山海奇象》 中文字幕志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相比变化不会太大 还是属于湿搭搭偏冷的天气形态 提醒在户外活动的民众 语句还是要随身细带 同时保暖的工作也要做好 一直要等到星期四之后 温度才有回升的机会 这就是今晚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有美好的夜晚